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国立技能国际大学的学生 我们是瞧一瞧Study in Taiwan升学资讯站 然后今天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资培 我是负责管理财务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力气 我负责我们影片制作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奖学 然后我是组长,负责管理我们团队还有制定决策 我是来自印尼的美娜,我负责美学工作 嗨,我是来自印尼的玉美,负责社群管理 瞧一瞧是一个介绍台湾大学的升学资讯平台 那我们是为了瞧生,介绍台湾的大学 还有让他们去了解台湾升学的生活 那今天我们这条影片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 Let's g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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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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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科系 第一个就是管理学院 总共有六个科系 包括经济系、国企系、财经系、资管系、观参系 还有管院学士班 而比较受侨生欢迎的科系就有国企系还有观参系 而国企系就是读一些关于行销、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等 而观参系是另外一个比较热门的科系 观参系分成两个组别 一个是观光、一个是餐饮管理 而他们读的是关于观光导览、酒店管理、餐饮食物 还有一些观光外语等等 另外一个学院是人文学院 总共有六个科系 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东兰亚系、工型系、还有社工系 而比较受侨生欢迎的有外文系和社工系 而外文系是学习西方文学 还有专注在外国语言 而社工系就是比较受港澳生欢迎 主要就是学习一些与社会上的人的沟通 还有相处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教育学院 总共有四个科系 有国比系、教证系、资人系、还有教院学士班 而其中比较受欢迎的就是资人系 他们分成资商心理组 还有人力资源管理组 主要是学习一些心理学 还有一些面谈沟通的技巧 另外也会学习一些企业的法规等等 最后一个就是科技学院 总共有六个科系 有硬化系、电机系、资工系、土木系、印光系 还有科院学士班 而比较受侨生欢迎的就是资工系 主要是学习与资讯产业有关的工程技术 和数据处理的技术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